2012年初冬 走边关设置组从内蒙古西部阿拉扇蒙启程 沿边境线一路向东 穿越大漠隔壁 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 最终到达内蒙古东北角的安和哈达边防边 本集为您讲述西林郭勒蒙骑兵营的故事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钟 西林郭勒草原厂的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但是在城市的街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飘飘白雪了 那我的身后有一支群壮的队伍就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 他们是谁又即将去往哪里呢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探训一下 清脆的马蹄声声踏雪而来 仿佛扣响了草原的清晨 当这支雄壮的队伍穿行在城市中 人们总会停下脚步 驻足心上 或许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好奇 马背上这些身穿白色披风的年轻战士 和中国陆军其他变种的视频相比 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在城市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险纠灾 还有一些影视剧拍摄的任务 那骑兵是一个古老的兵种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 他们就已经登上了战争的舞台 那么如今随着军队建设越来越现代化 那么这支队伍已经渐渐地消退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两支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了 他们呢被称作是最后的骑兵 虽然被称为最后的骑兵 听起来难免会有一些伤感 但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天气下 战士们距离这种豪情万丈的姿态 路过了我们的尽头 他们各个都像吩咐沙场的勇士一样 因此活 这里不禁让我们对这个独岛的勇士 充满着更多的好奇 冬季适应性训练 是骑兵营的战士 每年年末在草原矿野上展开的一次集中训练 接着这个机会 也让我们近距离地记录下来中国骑兵的风采 这个训练科目叫乘马捡护 要求战士们在侧马行进的过程中 迅速捡起插在地面上的小红旗 而在急速的运动中 要像瞬间完成这个捡红旗的动作 他们除了要具备高潮的旗术之外 还要充满着更多的勇气 因为一旦动作失败 他们随时都有跌落马背的威胁 它有没有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比较危险的就怕像马摔倒了 或者是马来回蚕蚕蚕 然后就容易把人给蚕蚕蚕蚕蚕 然后就容易落马 也很危险 下落的时候就下到第三个风气的时候 让马尸体了 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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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 那一面面看似平常的小红旗,要想在侧马奔腾中把他们迅速捡起来,却绝非易事。 它这个动作,它是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啊? 就是那个,在马上下腰的这一圈圈,就是因为你要贴着这个马背,然后比较危险这个动作。 比较危险? 对,因为你要把身体探下去,然后去捡那个红旗。 他叫石韵达,第二年兵。 他在回忆自己初练这个科目时,曾因为不敢下腰,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没办法拿到一面小红旗。 当时就是原地下,赶,然后只要那马一跑起来,就感觉特别快,然后就不敢下了,就。 然后就,还是好几回也是没见起来。 然后就回,班长发狠话了,你这回不过捡起来一个,你回一个凳。 然而,短短两年过后,石韵达却可以做到像老班长那样,在不到五秒钟的时间里,平均可以拿到三面小红旗。 他也成为了尖刀牌中最年轻的士兵。 这个过程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个动作还挺不错。 刚开始,你捡起来之后,你看,你开始捡不死了,后来吃饭之后,你捡起来。 你看,太帅了。 他叫张月,在城马捡物科目中,曾经一次在五秒钟内捡起了五面小红旗,而成为了这个科目的佼佼者。 他说,之所以能练好这个动作,完全是因为自己在捡起红旗的这一瞬间,把它当成了真实存在的战场一样。 就像你手里的武器掉落在地上或者没子弹了,你要说练回来这一响技能,你就不用说下马,来了,再捡起来东西,然后再去打。 然后你可以直接乘着马,捡上东西,然后就可以给敌人一个有效的反击。 然而,和其他部队的战士能接触到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同,骑兵营的战士一年四季中,却只能重复训练着这些古老的骑程科目。 除了单调寂寞之外,还要随时面临着很多不可预知的威胁。 骑兵它的危险性很大, 尤其是我们做那些专业性的科目,乘马射击斩批,还超越障碍,反正每年训练它都有训练商,有的那个别的。 因为啥呢,你就是开车呀什么的,你以人的因素为基本,但是骑马就不是了,那马它是有思想的,今天高兴了它听话,不高兴了它就要给你了决。 所以这个骑乘的训练危险性很大的。 这是骑兵营的战士练习的第一组挥舞马刀动作。 战士们告诉记者,这组动作看上去简单,但他们平日里却要成百上千次的反复练习。 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为什么要练得这么刻苦? 在这一刻,我们才终于了解,此前那成百上千次的挥舞马刀练习,只是为了这一刻在战马上斩杀敌人。 有的人过去的时候,就能听到砍的声音,然后有些机会有大有小的,然后感觉力度也不太一样。 那这个,这个主要是? 这个训练啊,都做了这个手臂的力量。 这个动作看着有些简单,但是实际做起来,这个手臂一定要有力量。 这个刀会不会伤到人啊?有危险吗? 对,如果就是,要是在那个挥刀的过程中,要是扩手的话,很有可能就伤到自己这个刀,要飞到哪儿就不知道。 虽然骑兵们练习的骑乘课目充满着很多危险,但是当我们看到战士们挥舞马刀奋力砍杀的那一瞬间,却似乎能够体会到,从他们心底悠然而生的那份骑兵将士的行情。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骑在战马上,冲锋前进,和敌人的贫杀,哪怕是有趣无悔,也感觉非常荣幸。 此生也就无悔了。 年轻骑兵敢于战自沙场的这番豪情,令人感动。 当时运达和张岳再一次威武的通过我们的镜头时,我们才知道,今天却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骑乘训练了。 明天早上,他们就将拖下军装告别骑兵营。 他们说,最舍不得的就是一直相伴的战马。 最担心他,就是说,不懂得照顾自己,你这跑起来不要命了。 回头,你这出了啥好歹,那我心里边得多伤心。 挺想的,就是没人跟我降劲的,然后就感觉就挺失落的有点,就挺想的。 再次回忆起和战马度过的岁月。 他们最想对无声的战友道一声深深的感谢。 石运达忘不了第一次长马捡物训练中,自己曾因为缺乏勇气而不敢哈下腰去捡插在地面上的红旗。 而当他被迫硬着头皮又一次出发时,恰恰是因为战马坦克给了他一个相对平稳的速度,才让他敢于哈下腰捡起了乘马食物客户中的第一面红旗。 我坦克特别稳,比他们的瓦都要稳,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侧身的时候,那个马有的时候,他跑的时候不稳,他会跟着那个人往边上一块移,然后那样挺危险的。 然后就是我那个马不会,他很稳,就是我怎么动他,就是直直地跑。 从前起第一面红旗这一刻开始,石运达对战马坦克充满了信任,他终于敢大胆地在马背上做动作了,而正是因为这份自信,才让他之后捡起的红旗越来越多。 就要离开启兵林了,战士们对军马充满了感谢,但战马对主人有着怎样的情感,我们却无从猜测。 然而,营长张涛告诉记者,通过战马随着号令卧倒这样一个画面,或许同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战马和主人之间的那份冒养期望。 我说的好马不过,因为咱们这是军马,军马就是属于过马,是别动,对战术的一个。 所以说就得必须让他握下来,对,咱们做大行军的时候愿意隐蔽啊。 要把这个,您刚才也说了好马不握,让这个马能握下来是不是需要非常大的难度,这个训练过程。 啊,对,开始是,不握的时候几个人在协调着吧,握到以后,握到以后,握到以后,喂点,给他喂点料,喂点胡萝卜,慢慢地形容的习惯。 就是让他变成一种习惯,他才会握,握下来。 对,能听懂口令。 不是任意一匹马让他握,就能握下来。 对,对,对。 但是他不知道会不会听我的话。 别,别踩着你。 揪着他,他怕我,不听我的话。 看来真的是这个马和这个主人之间继续要肯养一定的感情。 对,对。 陌生人,他不听我的话。 他怕我,应该是。 握吗? 握! 要不是亲眼所见,你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的军马跟战士一样这么的训练有素,一个口令就全部握倒在地了。 全是雪地,我们的人站在这十几分钟就会被冻的瑟瑟发抖。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马和战士一样就非常训练有素地握倒在雪地当中。 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细节,现在冠军员一直在用他们的手抚摸着他们的战马。 可以感受到,从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战士和军马之间那种感情是怎样的。 真的可以体会到,可能在真正的战场上,这些军马真的是我们战士最无言的战友。 虽然战马无言,但这一次默契地握倒是否也包含着战马对战友的深深依恋。 我心里还挺失落的。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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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乖的。 假如我们都不在,你会跟他说话吗? 没有人的话? 听不懂。 听不懂。 那你跟他在一起吗? 会怎么样? 一般就是摸一摸。 不听话了,吓了。 吓了。 吓了。 我在现在已经不害怕了。 那会我只要一抬手,他就咔一下。 现在他已经不害怕了。 知道我不会打了。 西洋很快落山了。 骑兵们要趁着天色返回连队的驻地。 虽然他们平时驻扎在城市里,却依然奔驰在草原的矿野上刻苦训练, 成为了边防一线一直随时可以拉出的机动部队。 而对被称为最后的骑兵,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说是现在打仗用不上咱们。 实际上作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地区和地域, 骑兵的重要性还是在我们这个当今这个社会还是有用的。 比如说这个边防、执勤、巡逻。 现在的科技再发达,决定战争胜利的最后还是人。 你再高科技的东西还得人拿不去。 但是有些沙漠呀,丘陵呀,人进不去,车进不去,那就得,还得骑马进去。 傍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张月和石韵达来到马眷给战马加夜料。 这也是他们和无言占有的最后想法。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 。 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 但是要如果,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 。 内蒙古军区,齐兵第二营。 2012年度,退伍老兵,向军马告别一事。 现在开始。 。 合唱《战友之歌》。 这是每年初冬,在骑兵营举行的军马告别一事。 战士们正畅想着这支战友之歌里 包含着官兵们对无言战友的不舍和感谢 那些把汗水洒在草原四季的骑兵岁月 也在这样的歌声里变成了最难忘的记忆 你不要吓我,但是我会吓你 希望留下的兄弟不快照顾我,不能怕 我会吓你 虽然我真的吓不到你 可是我没有,不用怕 喜欢你留在这里,一定要继续努力 我们骑兵不得做空气 谢谢你了 虽然我吓不到你第一次把我摔下来 这个时候,当我做的时候 我要特别舍不得你 感谢你 喜欢你在这里 在军马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又有一匹新马被运进了军营 再过不久,又有一匹新兵也会走进骑兵营 在我们的眼中,这支被称为最后的骑兵的队伍仍然在绵延延续中 焕发着他新的生机 我们在这里祝福他们在祖国的北疆 用他们蒸蒸誓言继续续续写着骑兵的传奇 告别了退伍老兵 骑兵营的战士们在草原上展开的冬季适应性训练还在继续着 再次看着骑兵们挥舞马刀的身影 不由的让我们引发很多的遐想 或许有一天,骑兵这个古老的兵种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 但当我们想起战士们在马背上挥洒着汗水和豪情的时候 又会让我们生起另外一种念头 无论他们能否成为未来战场中的主角 骑兵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 却可以永远地让他们保持着这个兵种永恒的生命力 一条绵绵动绝的神圣编法 依次触动新闻的珍弃记录 一幅雄观边赛的壮美画卷 一首宿编军人的情绪唱歌 大型电视纪录片 走边观 中央电视台 一世纪时 心情奉剑